黑龙山帝皇圣域 念哈格雷副管理皇武团多年 辛劳有加 现调遣三名戒主担任副帅 助管佑 部落陵则着身为皇家礼团团长 明日复任 把我调去贤职 又派人架空外公 这背后肯定是三副山的石牙 区区民间组织 因为一个罗锋 就让皇帝妥协 外公 我不甘心 不甘心也要忍 罗锋距离踏入虚拟宇宙公司核心层 只有一步之遥 你帝国的体量 是万万得罪不起他的 主人 飞船即将离开黑龙山帝国境内 若有强食 是宇宙的铁律 确实是铁律啊 三弟 恭喜你 现如今的罗锋 让我更想与之一战 试炼塔选拔正式结束 排名在前一千名的选手 可进行天才战的最终选拔 接下来 选拔采取单败淘汰制 公司将会对参赛者进行随机分组 单人对战 一场定胜负 首胜者可继续参与角逐 以下为最终名次奖励 一百零一至一千名 获十会员奖金 入末世空域 十一至一百零或一百会员 入天地空域 三至十名或一千会员 入太初空域 一二名或一万会员 入原始空域 一会员相当于一万亿宇宙币 三千三百万亿前无币 而换算成黑龙币就是 三百三十万万亿 而入宣者的保底金额 是他的死呗 奖励内容 还写着四种空域 宇宙演变时 会生成一些不符合常规的特殊区域 四大空域就是经过虚拟宇宙公司改造 以培养天才为目的的特殊区域 上述区域内遍布奇异宝物 当然 也扮自着危险 公司的陆入名额总共一千人 通过试炼塔选拔的 最终都能进入公司 对我们这些淘汰的人来说 无论分数高低都让人羡慕 虚拟宇宙公司 向来不是供人一味前修的世外净土 千万年来 公司曾接纳无数天才 但至今仍旧生还的 实不存一 美人的死因不一 但将近半数 都是在人族与外族的战争之中牺牲 域外各族一直没有减缓入侵的脚步 公司要培养 正是能抵御外族的天才 请各位做好觉悟 最终选拔 很快就会开始 抵御外族 他的紧迫性 我已深刻体会到 经过监测 目前母巢处于深度沉睡状态 暂时无余 能从八千万二二十五亿名残余众中 成为最终入围的一千人 十数不一 主人 对您而言 最佳方案 就是你差别龙神地步 通过拍卖所得的磨杀毒皮肤 孕育的分身 快完成了 一千零八个宇宙魔 共计一百零八千名天才 选出七千三百人入围 其余人 全部淘汰 第七层 第七层 这个波澜果然够狠 一想来就冲在第一 而且只有他 冲过了第一座第七层 他积分升得好快 已经远远将第二名 甩下了后头 因为别的人 还在闯第二第三座塔 他已经在对战飞吼了 老板我们前五宇宙国的 容军和罗锋 差距有点大 将与网剑 这次还加入了其他族群的敌人 人族与外族战事不断 稍有实力 就会牵动整个族群的命运 天才战的选拔 不只是为考核 更是为将来的族群战争 挑选出合格的战事 他们必须有能力 面对各种不同的敌人 灵势达 鸡血龙狂磊一百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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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血龙狂一百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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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这座塔的敌人 给我一种心计的感觉 这在之前不曾了过 试炼塔第七座 重祖母巢 这是 第三十一号国名遗迹 这也太像了 如果它真是重祖母巢 那又为何会出现在地球 第四十五号地球 2 3 4 2 3 3 3 去吧 走 冲突战士智慧地下 在进攻 去个高度的阻止性 在风潮一时的趋势下 哪怕牺牲多万成员 他们也不会退去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顧此 别 área 大 着 兴赏 他就是崇祖女王 整个牧巢的真正核心 这 魔法 魔法 徐欣 别死 徐欣 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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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红枕 无论相隔 起义光明 怎么了 续欣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只相信了,一切都會跑掉 世界多少多大,只想和你一步 面對她的精神攻擊,方向一時陷入恍惚 這番透徹辛苦的凝視,彷彿來自宇宙深處 這裡屏蔽了外部信號 我們要分身聯繫八八塔,讓她明白 阿達,三十一號果命遺跡是怎麼回事? 她的確是重毒牡常 是主人,在人類疆域外的戰場上,與重毒拼殺後拿到手的 卻不諒,被人類的不朽強者,為了搶奪重毒牡常,一路追殺 她因此身受重傷 為保住重毒牡常,最後,將她藏在地球 重毒牡常,竟然能引起不朽的機遇 那為什麼,當中諾蘭山沒有打她的主意? 我搜索過阿圖卡的記憶 發現一條被隱藏很深的數據 諾蘭山也曾非常關注這個牡常 但她經過觀測後,鎮定風險係數過高 嚴禁諾蘭未接近 恨不得挖空地球寶物的諾蘭山,就這麼放棄了 但重組牡常的等級,到底是多少? 借助級 你在試煉塔對戰的牡常,大概率是經過削弱的 即便是削弱後的牡常,你仍然可以無限剷除重組戰士 利用絕對數量優勢,將對手淹沒 而借助級重組牡常 甚至令諾蘭山都避之不及 那麼她有沒有辦法消滅? 以主人的強大,也無法摧毀 她現在正陷入禪水,你千萬不要輕止妄動 這對地球而已,絕對是個定時炸彈 萬一她被喚醒了呢 那不正是你在試煉塔裡經歷的嗎? 你就在戰鬥中,尋找應對辦法 波蘭已經開闖第七座試煉塔最後一層了 容軍烏卡等天才,也不遑多讓 反觀羅鋒,排名一直停止不前 嗯 羅鋒面對的蟲族女王,精神念力的數值有些異常 查詢相關異常現象 根據系統日誌,近五萬年內,與數值相關的異常現象,共有三次 其中兩次的調查結果都指向 外部入侵 倉博,即刻命人檢查系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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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啊 蟲族女王,作為母朝核心,是首要的戰殺目標 但他有蟲族戰士和蟲族魔朝的雙重迷惑 只要有一點反應時間,就極能命中 但我只能照出比燕神叮更快的攻擊方式 首先要洋装与重族战士陷入憨战 重族战士的射身冲刺 往往是为羽王的攻击提供掩护 而我正是等待这一招 那就来试试这一招 魂燕 你若能接受住他的考验就能火得巨大提升 藏手的人永远快过轻功的人 感谢贤辈赐救 轮回战开始 我命运是些苦恋 怎么与你的差距去越来越大 从此罗锋为银河灵主 我命运是 我命运是 此区路远的人 将将不再来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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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辈 请指教 我方作为银河灵主 回家有二至一万颗生命星球 施力规模原生于我 继续留在帝国境内 只怕会被清算 主人 我通过庞大的数据和智能算法 进行逻辑推演 并得出结果 对您而言 最佳方案就是离开黑龙山帝国 主人 外公 刚才三府山成员向帝皇报告 控诉我皇武团在界中界滥杀 要追求我们的战争罪责 罗锋成为银河灵主 意味着三府山与皇武团的实力天平有所改变 三府山自然具备控诉的资本 目前帝皇会估计皇族颜面 不会偏向三府山 除非 罗锋继续打出风头 我的金角巨兽已经是宇宙级九界 吴云腾达到了宇宙级六界 而我的人类分身也达到了恒星级九界 而巅峰对决的日子就在眼前 一路走来 能从八千二百二十五亿人参与者中 成为最终入围的一千人 是数不一 红阁也终于走上了自己的修炼之路 那我 更不能就此送信 因为 整个宇宙 总共一千零八个宇宙国的天才 都会计在此 我要做的 是和这些顶尖天才们 同台紧接 是和这些顶尖天才比较ので 它 такой叫 此生柏兰 外界在传 有位名叫柏兰的天才 实力是本界无可争议的第一 原来就是他 大明星 受到万众瞩目的感觉如何 满卡星乌卡 很高兴认识你 这位姑娘倒是挺大方 她是满卡星的公主乌卡 不仅天赋高 而且性格讨喜 相对的 天才中还有一位令人 必知不及的存在 那是幻魔加莱西 据说他从头到尾 都没出过手 只看了对手一眼 就将其击败 需多加小心 是那个梦罗一族的女孩 我记得梦罗一族 有个叫光剑爱沉的 实力非常可怕 有冲击前十的潜力 竟是这么温婉甜静的女孩 但是不过 我记得梦罗一族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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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梦罗一族的女孩 也在梦罗一族的女孩 我记得梦罗一族的女孩 而且就是梦罗一族的女孩 跟梦罗一族的女孩 那是梦罗一族的女孩 叫梦罗一族的女孩 挺具体的女孩 就会找到她什么 我很负败的女孩 那么大抢 就是那一届的第一名 以尊者为名号 他的级别 可是在不朽之上的宇宙尊者呢 宇宙尊者 那可是能统领宇宙国的存在 统领宇宙国 一千零八个宇宙国 每个国度各出一千人 共计一百万零八千名天才 欢迎你们参加天才战第二阶段选择 你们当中最强的一千人 会成为我公司的核心成员 在场的都是一路拼杀出来的精英 结果入选的只有千分之一 笔试内容是场试炼塔 一共七座试炼塔 每座试炼塔有七层 对阵的敌人各不相可 闯过越多的层数 就能获得越多积分 在一座塔内死亡 是为该塔闯关终止 可继续闯下一座试炼塔 直至全部闯完 最后以总积分排名 选出七千三百人入围 其余人全部淘汰 全部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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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试炼开始 试炼塔第一座第一层 血毛浓满一万头 考核开始 这创塔杀敌感觉又毁到了精英训练营的时光 第一次见到大哥也是在那个时候 他正在数十万光年之外努力修炼 我也不能落后 第二层 第三层 每上一层 敌人的暴力攻击速度都在成几颗气增长 进攻越来越变化火色 三层 第二层 此外努力修炼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